大家好,欢迎回来北美生活 今天我们要测款一款包 因为之前的节目大家如果看的话 我送了我女朋友一个LV的六扣的钥匙包 我原本以为她会很喜欢 但是发现好像并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她就觉得太小了 原来女人都是非常喜欢大的东西 所以于是我决定给她买一个这样的包 今天想开箱给大家测评一下这个包 看一看希望可以得到大家认可 她也可以很喜欢 看到了这款包其实叫Gucci的一个 这个是mini size的一个九神包 所以她的这个包装也非常的特别 我看几只大眼睛 我原来是想说这是三个人吗 好像还少了三只 所以看这边又三只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然后我们把这个包拿出来 当当当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包包装也很关键 如果包装不好的话 我觉得也看不出高大上的那种感觉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以前对Gucci的包 其实印象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包感觉很老气 都是那种那种帆布的那种灰不拉几的那种感觉 那现在呢这款包就不一样了 它呢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非常骚气 色字非常骚气 它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有一个防尘袋 这个防尘袋呢 非常有手感啊 这种丝质的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些东西就先扔到下去了啊 那么这个包是迷你版的酒神包 OK 当当当 希望它可以洗了吧 那这个包呢 它这个酒红色 而且呢它是这个牛皮的这个 这个纹路呢 还是比较classic的纹路 另外我为什么喜欢这个酒红色呢 是因为这个酒红色背在身上 会显得非常的有气质 而且呢这个不会像黑色 这么黑压压的那种妆重啊 那种感觉 它呢又有点活泼调皮 就像是男生中的女神一样 就是沉稳中 又不失活泼可爱 这个严肃中 又不发这种 这种 你懂啊 这种感觉啊 我觉得就非常的 就是不管是春天里啊 秋天里啊 我觉得背个这样的包 都能感觉出 这个女朋友心目中的这个 这个什么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 这个红色的 它其实配什么衣服 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不管出去郊游啊 配夏天的衣服啊 还是冬天 穿一些泥丝大衣啊 或者配穿这个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 真的可谓是 女生中的 女生包中的战斗机啊 如果说拿这个包来形容女朋友的话 简直就是上德厅堂 入德厨房 剩下的话 你们自己去参吧 那这个扣呢 就是U型蛇纹扣呢 它前面呢 是两个舌头 但说实话 看着不太像是舌 因为舌这个上面感觉纹路很多 总而言之吧 这上面呢 还有女生最喜欢这种 bling bling的这种钻啊 我觉得这就为什么它很贵了 待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多少钱 那这个打开之后 打开之后 里面呢 其实是别有洞天的感觉啊 别有隔铁 洞 反正就是隔 这个隔的啊 你可以看到啊 上面这个地方可以放很多的卡 然后最下边呢 也可以放很多的卡呀 什么片啊 你叫女生的这个东西最多了 然后这样呢 有一个拉锁 拉锁打开之后呢 可以放各种零钱啊 或者是收条啊 收据啊 whatever你想放在里面 什么东西 套套啊 也可以放啊 我说的是那个 装一些吃的的那种套套啊 我们想太多了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草了 你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 这个包是非常的实用 你看从它的侧面那看 有非常多的纸份 这样的话呢 它其实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的 当然了 我觉得为了美观呢 还是不要放太多的东西 不然的话 会显得这个包非常的臃肿 就起不到这种 短小精悍的感觉了 另外我很喜欢的呢 其实是它这个链子的颜色 是 就是有一点暗的那种金属色 它不是那种亮的颜色 那亮的颜色 其实背来身上呢 感觉很 很亮 跟这种暗色的酒红啊 有点不能 成一个体系的感觉 而这种暗色的金属色 你知道吗 最重要的是用长时间 可能也不会脏 我觉得 我觉得还挺好的 很有质感 这样的话呢 背在上面呢 我可以给大家试着背一下啊 你看啊 这样背起来 把这个扣一弄上 我觉得不管是这么背 还是这么背 对吧 甚至是 这样背 我觉得 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你看 很好 大小 size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包呢 唯一的一个不足呢 就是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重啊 再结合了这些铁链子 其实是稍微有些重的 那么如果你再放很多东西进去 如果是手机什么的都放进去 它可能就会更重 不过我觉得 哎 无所谓了 现在的大包挺是更重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 可以试一试啊 我拿了一些小的物件 比如说 手机 iPhone 7 Plus 那我的iPhone 10呢 已经在路上了 放进去 然后我的一个小钱包 放进去 当然了 女生可能有自己的钱包了 然后这个之前测评的钥匙扣 也可以扔进去 对吧 然后车钥匙 也可以放进去 哎 看 合不上了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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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skill 是非常重要的啊 就是要学会 学会这个 这个管理 所以这个小钱包 就不要放进去 里边就要放钱就好了 钥匙扣包 我觉得还是可以放的 我们再合一次 哎 勉强可以放进去 看已经胖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 你既然背了这个包 里边就要放一些 就是 就不要再放包了 就尽量呢 放一些这个 片啊 纸啊 就不要再放这样的钱包进去了 我觉得 基本上会把它撑大的 那这一次测评呢 基本上呢 我就说这么多啊 最关键的就是价钱 那这个包的价钱呢 在加拿大购买 在12%的税后 不要问我 能不能不交税 那是不可能的 OK 12%的税后 是1932 年约都用2000块钱了 那在国内买呢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贵的 如果你们身边认识一些代购的人 那你不妨可以考虑让他们代购回去 但是真假 这玩意不好说 你们自行解决 反正我是不会给你们代购的啊 这个是送给女朋友的 那么我们 如果你们对我的这个包的测评感兴趣 可以下次把你们的包寄给我 我帮你们测评一下 好 好吧 或者是有什么依赖长 想看到什么包的话呢 我尽量安排吧 我可能不太会做 但是会让我女朋友 找他身边的朋友 要一些包给大家测评一下 好吗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 拜拜